至少先知道一下306這一題 然後就是到底預期放款 是不是可以在數量就是在那個數據裡面看出端倪 就是說呢 他想匯整就是預期放款天數 跟比數還有金額 是不是說借越多 借的金額越高 他的那個預期放款的 比數是不是越多 然後呢天數也越多還是剛好相反 是 成正比呢還是成反比 不會還錢的都是小比的還是大比的 我也不知道 所以呢 假如說我想知道這個答案的話 那當然就直接從數據裡面撈出來 就會有答案了 可是有數據啦 但是問題喔 如果他不是一個圖表的話 有沒有 那當然看了就很累啊 比如說你直接把那個 題目打開來 那你可以看到他就是一堆的數據 那只是說這個數據不好理解啦 所以他這個地方就是希望 我們繪製成一個 所謂的那個 組合圖 這個組合圖就是說 他的那個 他其實是 兩個圖 把它結合在一起 那你會發現喔 他的主 有沒有 你會發現他的Y軸 本來前面都只有一個 一個Y軸 但是你會發現呢 他的這邊 又多一個Y軸 那為什麼需要兩個Y軸 兩個那個 垂直軸 主要原因是因為 左邊這個呢 其實就是你的借款金額 右邊這個是 你的預期的天數 因為預期天數跟金額 兩個的數字 基本上會差很多啦 比如說借錢 不可能借幾塊錢吧 一定都是借幾萬單位的 或者幾百 幾千萬 OK 那當然你預期不可能 預期到幾萬天吧 有沒有不可能吧 OK 所以理論上預期只要超過 應該基本上 各位或者是比數啦 比如說預期 的比數有多少比 應該也不至於會有這麼多人欠錢不還的 除非他真的是還不出來的 狀況下才有可能發生 所以我們希望把這兩個圖放在一起做比較的話 那會有個問題 我怎麼樣把這兩個圖放一起 跟各位講喔 就是剛剛提到的 你的那個舊版的那個Excel是做不到的 所以大概我記得2010就會有問題 2010好像就 2010還是2007啊 我有點 不太記得 好像記得是 2010那個版本之前就已經有 折線圖沒辦法畫的問題發生 所以最後的話他希望說把這兩個資料把它匯整在一起 然後做一個進行比較 那也就是說呢可能是 比如說 借的金額是直條圖 然後呢可能 比數的話也許是 折線圖之類的啦 對他這個比數跟金額的統計啦 所以呢 我們就要根據這題目要的 這個需求 然後呢 把 這個結果給做出來 那你可以看到 在306這一題打開之後 他基本上有三個工作表 第一工作表 是這個什麼 預期 放款的 這個什麼 就這個表 裡面的話基本上應該 他預期放款的應該是天數吧 還有 那天數裡面的話還有比數要把它統計 那客戶的話是哪一些 他這邊有一個客戶代碼跟客戶名稱 那最後的話你會發現他統計出來 其實基本上他 應該是針對什麼 針對這個預期的天數 先把這個做統計 所以你會發現他比數就出來了 然後呢再把那個 金額 加進來 OK那請會 先把題目看一下 如果你用那個 這個分析裡面的 樞紐分析圖 他會跳 讓你選你要哪個圖 可是這裡的話有兩個資料 一個資料是放款比數 一個資料是 加總 他借了多少錢 的 金額 那 要把兩個放在一起 就會有剛剛講的那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同一軸的話 他數字差太多 會有問題 所以呢這個時候呢 而且要兩個圖 如果都是直條圖 看起來很混亂 所以最好是什麼 一個是直條圖 比如說金額是直條圖 一個是折線圖 比如說是他的 借的比數 那我們這個時候就需要用到 所謂的組合式 那組合式的話 你可以看到放款比數 那我就把它改成就是 他是不是要 含有資料標記的資料 我看一下這邊是 他 他是要用什麼 啊對 含有資料標記 所以我們就找到那個 含有資料標記的這個 這個東西 這個折線圖給他 那加總金額的話 就群組資料圖 OK 但是你會發現 現在看到的結果是 比數 幾乎貼其 這一條 因為比數太小了 金額太大了 所以基本上都在 那怎麼辦 所以呢我們有一個方法 把那個放款比數的旁邊不是有負坐標軸 就是另外再給他一個坐標軸 也就是說你不要跟他 用同一個軸 你可以另外有一個軸 因為 右邊還有一個軸 所以呢右邊呢 我再給他一個叫負坐標軸 那你會發現這個負坐標軸呢 他就會比較合理的 給比數的一個數量 有沒有 那就會 兩個可以分開來 也就是說一個圖裡面 是可以有兩個軸 不過最多好像有兩個軸 因為 2D的話 除非你3D啦 可能還可以再一個軸 不然的話就是左邊跟右邊 然後你按確定的話 其實就會有這樣的一個 最後的結果出現 那其實他就是基本上就是要我們畫出類似 再來就是再增加其他的東西 包含就是他的標題 跟圖例 然後他的其他相關設定 他設定好之後這個圖其實OK 你可以把它放在 也是有旁邊 或者是把它放在 你的簡報裡面 拿來去呈現 我覺得好像就會相對的 比較能夠螢幕了然 有沒有 就很清楚 兩個比較 不然說真的以前你要繡的話繡兩張圖 然後切來切去 反而看不清楚 這樣的話其實就很值 那有沒有相關性呢 有沒有 那當然你可以自己再做個說明 OK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不然今天我們就先講到那個 306 那306還沒講完 所以回去可以再試做看看 底下有很多的 那下一次就是把 第三類呢 全部都講完 OK 那不然今天就先到這裡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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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